好的各位觀眾歡迎回到WallGaming官方中文直播頻道 欣賞由TSL為各位帶來的3v3四季錦標賽 第一季第二週的賽事我是主播Cisco 而今天繼續陪伴大家的依舊是我們的高雄騎鯨車神 AJ老師 AJ你好 對大家好我是AJ AJ是我我們又回來囉 喔對接下來剛剛我們已經經過了三個match 而且畫面上剛剛已經出現了 呃應該是出現了總共四分之三左右的那個代碼序號對不對 對大概還剩下兩到三個字喔 AJ老師 對 哇We love QYC 對剛剛我剛剛好像已經有摸到那個字體了 因為剛剛其實在整個畫面的左上角啊 就已經有一個QYC的一個代碼出現囉 OK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第三場 我們今天的冠軍戰的對戰組合是 由來自於新加坡的SWS 對上來自於越南的IMT Warrior 而在選band圖方面 雙方分別band掉的是Rinberg和Insk 那第一回合是Provka 第二回合是MICE 第三回合則是Hammerstorff 哇第一回合的Provka 雙方選擇的車輛都是三台霞飛啊 AJ老師 對這是這三個Match來都沒有出現過的地圖 Provka而且都是霞飛喔 真的是很特別 對 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在猜測 我在猜測為什麼會把Provka Ban掉的原因應該是因為 這是一個遭遇戰的方式喔 雙方的出身點並不是我們以往所看到的 是在上方跟下方喔 對 對 因為在遭遇戰的模式我之前也有接觸過 其實在左邊跟右邊有一點點小差異性 對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看一下雙方的霞飛們 會怎麼樣做一個移動跟一個選擇這樣 欸地圖還是上下沒有錯喔 那應該是舊版的地圖 好那我們第一場比賽已經準備完畢 第一場比賽則是在Provka 出身在地圖北面的藍色隊伍呢 則是來自於越南的IMT Warrior 出身在地圖 南面的黃色隊伍呢 則是來自於新加坡的SWS 雙方選用的這場就是三台的霞飛 可是這邊看起來怪怪的喔 對 南方的隊伍都沒有動喔 OK 應該是要直接做一個RE的行動了 對 應該可能是我剛剛有斷線或是什麼 或是地圖點位選錯的情況 那我們還是回到剛剛的 那我們還是回到說 車輛選擇上面 那雙方都是選擇三台霞飛嗎 壹哲老師 嗯沒有錯 剛剛雙方來說 畫面上總共是六台霞飛 雙方來說都是三對三 然後是由三台霞飛 對上三台霞飛 對 那壹哲老師我們常常看到 在Provka這張地圖的 北大南跟南打北 南打北好像常常演變成 佔據我們地圖東側的山坡 而北打南的部隊 會是佔據地圖左邊的那條靈音 靈音大道 我都叫它湘瀉大道啊 湘瀉大道 其實我很喜歡把 就是有很多樹木啊 林木的地方 我都會都喜歡叫魔法森林 對 其實就是很多的樹 因為其實坦克戰車世界這邊 真的還是蠻特別的 就是說 它真的一個草叢的這種一個機制 隱蔽性的機制 真的是也是遊戲裡面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光環之一 我覺得 對 其實我們在草叢隱蔽上 去選擇 常常就會牽著到說 我會不會看到 我開過後 能不能安全地處理這些要素 我覺得這一點戰車世界的 你真心做得很棒 對 對像以前我們那時候 我有認識一位朋友 他真的是有那個草叢的代號 真的是很厲害啊 真的是沒話講 我還介紹ID 你應該有認識這個朋友才對 對我介紹ID叫moving bush 對不對 移動草叢 好我們回到比賽 剛剛應該是點位錯誤 雖然在地圖 北面的黃色隊伍 就是來自於新加坡的SWS 雖然在地圖 南面的藍色隊伍 就是來自於 越南的IMT Warrior 雙方車重組的都是三台霞飛 對 不過這邊北面的SWS 要直接搶山嗎 對 或者是他要直接翻越過來 佔據地圖右半側呢 對 那反觀出生在南面的 IMT Warriors 比較傳統是在地圖的中間 不斷地利用地形來遊移 然後尋找開關和交戰的機會 是的 這邊還蠻經典的 這種位置 對 不過這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們一般都會推測說 南方就是上山打 北方就是 北方就是走那條 那個箱瀉大道上去 其實也不一定會上山 其實我其實看蠻多 很多隊伍啊 在那時候七打七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 直接就是也是有偵察車 直接上中間先來看一下 有一台或兩台偵察車 先來看一下 對方的一個動態這樣子 對那我們可以看到 SWS這邊的佈陣 是將一台 霞飛放在C9的位置 而其他兩台到山坡上 到F0的位置進行開關 那C9的位置 霞飛可以對山坡上的 這兩台霞飛進行支援射擊 而反觀 我們的IMT Warriors 這邊呢 則是Amazonia的 霞飛直接推進到 在B6 A6的鐵路缺口 而兩台車子在中路 駕槍準備進行 準備掩護 Amazonia的霞飛 對沒錯 而且我覺得現在 IMT這邊 IMT Warriors這邊 已經大概可以猜測到 對方應該是摸到了 地圖的右半部了 對我們看到SWS Fortune跟Hans兩位選手的霞飛 似乎不敢再往上推進 這是為什麼呢 AJ老師 其實他們現在一直利用草叢的 一個視野一個機制 他大概躲在這邊 然後對方其實 他可以看得到對方 可是對方就看不到你 這也是很重要 霞飛在禁止的狀態下 他的隱蔽係數是非常非常高的 對畢竟是偵察型輕型戰車 那其實我覺得F0 那個位置的Fortune跟Hans兩位選手 不敢往前推 可能還有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其實我記得在H0 G0 那一代後面三部 還是有產蟲的嗎 AJ老師 對那邊也是有可能會被亮出來 又或者是會被 反正就是在地圖 大概右下角這邊 其實是有機會會被亮出來的 可是這邊反觀一下 我們Singapore這邊的隊伍 他們是處於一個 游移的狀態下 對我覺得這算是霞飛 蠻標準的一個戰術 不斷利用機動性在戰場上游移 尋找交戰機會 不過IMT Warrior的 Amazonia跟New Kong 2 兩台霞飛似乎是要上山 對對對這邊已經上去了 已經 這邊要小心了 F5 F6中間則是有一台 則是有一台霞飛在架槍準備 應該是Series選手的霞飛 對沒錯 這邊應該猜測到雙方要準備 二打二了 要準備面對到 要來囉 Fortune馬上被 馬上遭受痛擊 應該是來自於中間的 這台 Series選手的霞飛 哇馬上帶走 哇 真的很快 霞飛在射擊的速度 DPM真的很高 DPM真的很高 對 Series選手馬上帶走了 Fortune的霞飛 而Hans也雞雞可聞 對 馬上他也倒了 現在只剩下Forward選手一台的霞飛 孤零零的在C9的位置 而TheSeries New Kong 2 跟 Amazonia似乎是要匯合做一次大推進了嗎 對應該是直接衝過去了 直接衝過去來說 呃 不管怎麼樣 真的是 因為只要霞飛一開火 霞飛開火之後 他其實很容易就會被點亮了 對 除非地步真的拉得很遠 其實 這邊 我覺得 這邊 IMT Warrior這邊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他們現在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其實 就是直接做一個戰點 也可以讓 直接讓一個 取得這一回合的勝利 也並不一定要 直接把對方剩下的這輛坦克做一個殲滅 對 剛剛 剛剛站點應該是想要逼SWS出來 不過似乎沒有收到成效 不過 TheForward選手位置已經被掌握了 Amazonia Nicone 2跟著Series三位選手 這樣收圍包容網了 TheForward選手的在下飛 亦可為 對 亮出來 對 沒錯 現在已經被抓到位置了 這時候就要看他們 RMT Warrior要怎麼包圍這一台下飛了 對 以現在目前情況來講的話 三台車子同時上 會是一個 最漂亮的收圍方式 對 對 這邊看起來 對 應該是 大勢已定了 對 對 應該是大勢已定 不過 不過這邊來講的話 TheForward選手 不知道能夠造成多少的傷害啊 這邊 哇 還是可以 慢慢的一直在這邊 可以Hold住喔 真的還蠻厲害的 對 我想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剛剛的情況是 不好印上或是什麼之類的 都有可能 對 我覺得 其實真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剛剛跳回來 我們大概一分鐘前所說的 其實並不一定要做一個全柱的介面 慢慢的來就好了 因為 畢竟你已經是3比1的情況下 你已經拿下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優勢了 對 對 那現在是SWS的4W2選手 的一台霞肥孤零零在場上孤軍奮戰 他 只剩下一個人 對 沒錯 對 對 畫面 欸 你的畫面現在也在轉圈圈嗎 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直播失誤有點問題 OK 恢復了 那 哇 哇 Amazonia The Serious 三台要同時包上的4W2選手 應該馬上被帶走 是 哇 恭喜我們的 恭喜我們的 IMT Warrior漂亮拿下第一局比賽 恭喜他們 對 恭喜 那我們一樣請AJ老師為我們分析一下剛剛這樣比賽的戰況 嗯 剛剛我們可以看得到 一開始 由我們的 IMT Warrior這邊 做一個 還蠻 還蠻 一開始一個蠻 常規性的一個 從上上地圖正中間做一個簡單的一個開關 然後有一台霞飛很快的就直接拉到地圖中上方A6這個位置 然後大概其實就可以猜測到敵人的部署應該就是已經在整個地圖的右半部了 再加上剛剛有 IMT Warrior有一台車輛已經移動到A6這個區塊 他並沒有被輛 那就代表說 對方已經基本上已經是屬於在地圖整個右邊中間 甚至在右下角那個散傷 所以他們才把部隊拉回來 然後在部隊拉回來的時候 這邊也很聰明 他在中間 地圖正中間偏右邊這邊的鐵軌 他放置一台黑槍的一台瞎飛 然後再由右下角兩台瞎飛 也上山的時候剛好遇到對方兩台車 也準備要下山的車輛 然後就被雙方一點亮之後 就由中間那台霞飛收了真的很多很多的過路費 然後大概就可以看得到我們最後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對 我覺得剛剛比較可惜的就是 IMT Warrior抓到一個很漂亮的時機 可能就是千彩難逢 剛好是SWS想要往山下做推進的一個時候 剛剛那個時候真的是一個時機 就剛好被抓到 然後後退也來不及了 他就發現他一直被中間的一台 其中一台霞飛做一個黑槍這樣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比賽場我們常講 就是一個timing點 對 就是一個時間點 就是剛好在那個時間一撞到一發生 可能就是一個正常的關鍵 對我覺得剛剛就是一個推進的時間點被抓到 有點可惜 因為如果其實剛剛如安我們試想 SWS的這一波推進如果沒有被抓到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對那個我覺得可能 又會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把一台霞飛放在C9這個位置 真的是 恩 我個人來說是比較無法去想像 就是我有一點不懂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放在那邊可能 比較沒有他一個很好的用意 對 其實我剛好有在想 嗯 其實我剛好有在想就是說 那台霞飛在C9那位置應該是想要支援 支援在山上開光那台車輛 然後SWS兩台推下去之後 C9會去取代那兩台去山上那個位置做支援 我在想 SWS的戰術意圖會是這樣 只是剛好那個時間點被抓到 剛好是整個陣型最脆弱在移動的時候 對 可是我覺得如果照SYSCO你剛講的那樣子的話 應該是由C9的那一台車先 先上山到這兩台霞飛的位置的時候 再由兩台霞飛下去 不然由那兩台霞飛下去 如果剛好遇到對方三個人 那C9的要再過來 那已經是完完全全來不及了喔 對 或許就是一個協調沒有 一個協同沒有做好 因為我們比賽常講 就是一個雙方隊伍 就是整個隊伍都要 等下七個人 那我們這打3D3只有三個人 對 簽一法 簽一法就要動全身喔 並不能說其他人在動 然後你就禁止的停留在那邊 除非是有特別的任務喔 對其實我覺得就是 三位選手要在場上合為一體 對 功夫率很高 就是我剛講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帶著三個人的重量在奮戰 這樣子 對就像頭手腳三個一樣喔 就是你總不能在走的時候 你的頭放在最後面 然後手跟腳一起走這樣子 對 對我剛才想像這個畫面 有點詭異阿 那一個人這個用的比較奇怪 不要下次換一個好了 好的我們回到第二場比賽的車輛選擇 雙方車輛選擇 又是三台霞飛 對 今天 除了霞飛 還是霞飛 對黑車老師 三台霞飛 怎麼樣 三台霞飛 我覺得 嗯 真的還 真的到這一週啊 這一週像今天 呃4月9號禮拜三這一週 真的還沒有看到霞飛以外的車子 其實 我這幾天有在想喔 會不會有機會用到KB220 我有想過 因為其實 我跟 優異Flash Wolf 就是 優異閃電郎 他們的 呃幾位隊員私底下聊過這個悲傷 那我們 有去 也有做一些 試驗 測試 對對對 就是 就是我上一週講的 某位戰車博物館館長 輸掉我兩個月首勝的那一場 哈哈哈哈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有做過測試就是我們 覺得說KB220的76炮的傷害 會有點問題 不過如果駕馭得當的話 220會是一個很 在場上很可怕的角色 是 那當然 是我覺得在比賽來說 其實像霞飛這麼快 一下落到你的側面後面 那我真的覺得還是 真的還是要 很小心的去使用它 我覺得 對 那我們其實也有測試其他車輛 像說4號戰車 M4雪慢 或者是 ELC AMX Cisco我們趕快先回到戰場 終於 哇 雙方已經直接上山了 哇 雙方 這邊 SWS已經收到兩方的過路費了 nice 對 SWS這邊 他們並沒有做一個 強制上山的一個舉動 可是 Cisco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是地圖北邊 要上山比較快 對 怎麼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幾場看起來 都是北方比較快 對 我在想會不會是 雙方選手的一個心理博弈 因為其實 我們都知道 南方上山會稍微有力 不過南方上山稍微有力的 其實建立在 從基地衝下去的那個斜坡 對 那這場比賽 南方出身 又或者是說 對 誰想要上山的那個決心 不夠大 對 就是要不要硬上這樣 喔 SWS 對 小心喔 那出身在地圖 南面的黃色隊伍就是SWS 出身在地圖 北面的藍色隊伍呢 則是IMT Warrior 前一場比賽獲勝 拿下1比0的隊伍 哇 這邊IMT Warrior 已經有稍微有一點點劣勢囉 以整體血量來說 對 IMT Warrior這邊 血量有兩台車輛受損 Amazonia跟Nikon2 大概都吃了兩到三發傷害 哇 Nikon2剛才講話說又吃了一發 實際上363滴的血量 這血量有點危險 對 真的這邊要小心喔 對 現在Nikon2卡的位置也很漂亮 他卡的位置就是代表說 我可以 我可以看到你第一波進攻的部隊 可是 我要撤退我也還來得及的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很經典 對 哇 這台霞飛隊很厲害 直接上去 哇 這兩發都有中耶 真的太厲害了 前面然後再加上右邊 真的是很nice 對 現在講Amazonia已經偷偷摸摸摸的摸到側面了 Fortune 你要不要小心一下 對 Fortune要小心喔 Fortune注意啊 你有沒有感覺你的頭頂涼涼的 真的 不是你頭髮被剃掉啊 他的隊友也從旁邊過來了 喔 nice 對 哇 這邊直接已經下來了 Oh my god 雙方各損失 對 雙方都有損失了喔 哇 一隻老師我們先對一下時間好了 我現在也在八分鐘 你可能要講慢一點 八分鐘 對 大概八分十秒左右 哇 現在來講的話 雙方還在對置 FWS跟我們的RMT Warrior 雙方的車輛都互有損傷 不過從血量上來講的話呢 RMT Warrior的車輛是稍微差一點點 NICON2255滴的血量 不過 這血量也是可以接受範圍啊 雖然說車況沒有很好 但是也依然是屬於可以接受 那這Series又吃了FW的一炮 對 哇 哇 NICON2小心剩下152滴血 RMT Warrior的NICON2 似乎隨時有可能倒下 是的 哇 這時候RMT Warrior 決定要做一波壓制 不過Amazonia一出來就中了兩炮 對 這邊就 對 可以看得到 準備都是壓下來了 哇 Amazonia這一台車太過突顯 馬上被吉我包 包掉 而這時候Hans跟FW2兩台車輛要去抓到 TheSeries TheSeries先是漂亮的抓走了 Hans的霞飛 不過自己也急急可危 31滴血 FW2一個漂亮的反抓 現在雙方車輛是2比1 哇 NICON2馬上被FW1一炮 漂亮帶走 恭喜SWS漂亮的半分比數 雙方贈成了1比1平手 那我們來請AJ老師 我們分析一下這場比賽 對剛剛的情況下來說 其實雙方在一個搶3的行動 北加好像在這幾場面具看下來 都是一個有搶到3的行動 那最後來說 先講戰場中期 中期的時候 這邊由北加壓上來的時候 也做了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有效的一個 對其中一個黃色方的一台霞飛 有一個有效的一個進攻 有一個有效的射擊 可是這邊黃色方另外兩台霞飛很聰明 他馬上的就直接從中間的那顆石頭 從右邊這樣子衝過來 那直接做一個反擊的行動 那到最後的時候已經基本上 開始做了一個小小的混戰 然後在混戰當中 由SWS這邊可能激活這邊 做的稍微比較漂亮一點點 然後到最後取得了這場 這場這一個回合的一個勝利 這樣子 對我覺得剛剛 我覺得剛剛的情況有點好玩 就是南北的地圖平衡 我覺得在遭對戰模式下 MICE南北方搶三的速度 其實是變得差不多 我是 你有沒有 這老師你有沒有發現 MICE南方在遭遇戰模式下 出身的沒有 出身的隊伍 沒有那個斜坡了 嗯 對那邊那個斜坡對 好像已經慢慢的做了一個平衡化了 對 像以往就是南方真的會快很多 也不能說快很多 就是 大概快一個3到3秒鐘左右 我覺得那3秒鐘真的就還差滿多了 對 我覺得 在遭遇戰模式下 MICE其實南北方 搶到三的機率是平等的 對 現在已經平等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 到底是誰要上 或者是上不上去的那個決心 對 OK 雙方車輛在第三戰 關鍵的生死決勝局 究竟入死誰守 本週的冠軍會 獎落誰家是來自於 新加坡的SWS 還是來自於越南的RMT Warrior呢 那就要由第三戰 Himmelstorff來決定 雙方車輛已經選擇完畢 又是三台下飛 對 哇 Himmelstorff欸 天啊 今天終於有出現到了 對 在這一個match 我們才看到Prohovka跟Himmelstorff 對 可是 Himmelstorff又是三台下飛 對 Himmelstorff 對 比較小的一個地圖 我們上個禮拜有看過Himmelstorff 對 可是 那時候好像也是霞飛對霞飛 欸 不是 其中一方用了三台霞飛 然後 南方用了三台霞飛 北方用兩台霞飛 跟一台KV-1 你還記得嗎 對我還記得 對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對 到最後的時候 是從二號線 再做一個 強烈的一個突尾 在一個 戰場的勝負 再從二號線這邊 分出來的 OK 雙方選手已經準備完畢 那我們準備進入這場比賽 關鍵第三戰 究竟哪一隊能夠挑戰最後的 白花花的美金獎金呢 就要由第三戰 Himmelstorff來決定 而出身在地圖 南面的藍色隊伍呢 就是來自於新加坡的 不是不好意思 是來自於 越南的IMTWarrior 而出身在地圖 北面的黃色隊伍呢 則則來自於 新加坡的SWS 雙方衝 組合依舊是三台霞飛 哇 雙方不約而同 就直接搶他 直接上去了 喔 哇 Amazonia跟Hans 兩個遭遇了 對 雙方遭 相遇了 究竟會不會打 哇 FORWAR FORWAR已經從側面過來了 對雙方會不會打出什麼火花呢 Hans 一馬當先 OMG HANS 好衝啊天啊 還卡住 被卡住了 對HANS這個似乎太衝動了 硬吃一炮呢 硬吃一炮去把HANS帶掉 有沒有機會 不過SERIUS 被反抓帶走 不過 也很漂亮的IMT抓走了 HANS 雙方一打一齁 各換一下 對 FORCHEN的霞飛血量剩下 哇剩一滴 哇也被帶走 NICE 難道這樣比賽叫在這裡 分出勝負嗎 FORWAR了 剩下FORWAR了 FORWAR這邊要小心齁 對FORWAR 前後寶甲了 對 FORWAR想想看你是背負著三名隊友啊 真的 他不是一個人在 600美金 AMAZONIA 跟FORWAR展開機械槍 AMAZONIA 漂亮的抓掉FORWAR 讓製造出自己只面對一根砲管 我不知道 剛剛那個SYSCO你有沒有看清楚 他盡量一直對卡在那個地方 他不讓他第二根砲管涉及到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當你在混戰的時候 對 對 對 我覺得FORWAR剛剛很重要 對 他利用地形優勢 對 利用對方的車身擋住他 他的隊友的砲管 對 這個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大家 去可以 有機會的話 待會可以看一下重播 對 那個都是 你在近戰的時候 當你一次面對到 一個 兩複數以上的敵人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做 想辦法盡量去生存下來 這真的很重要 對 我覺得剛剛FORWAR的 FORWAR其實他的奮戰精神也很可教 他面對 他一打二到最後也沒有放棄 他還是很努力的想要去抓掉Amazonia 對 因為 很有可能 一個不小心 敵人 兩台來說 可能 可能一個跳彈 或者是 打到履帶無傷 那個都是很有可能的 喔 AJ老師 今天的代碼出來了 對 We love QIC3V3 沒錯 對 我們的觀眾朋友 趕快去我們的館長網站 趕快去兌換這組序號 沒錯 記住這組序號是有限的喔 是的 輸入 We love QIC3V3 是的 我們也不知道獎品是什麼 我記得上週好像是三天的 價值帳號買 沒錯 對 那我們真的不知道這都是什麼 所以請各位觀眾朋友們 把握機會 因為這帳號都是 這些序號都是限量的 換完就沒有了 對 限量是殘酷的 對 那也請各位觀眾朋友們 記得要上官網 來幫我們的Ringo投票 來投下你寶貴的一票啦 對 幫我們的Ringo 投下你這神聖的一票 對 那我們今天的3V3 轉播就到此結束了 那我們也要再次恭喜 來自越南的IMT Warrior 漂亮的拿下第二週的冠軍 恭喜他們 我記得他們上一週 好像只有第三第四名 對 真的是恭喜他們 對 恭喜他們 這次就把他拿下來了 對這個禮拜 對那SWS也不要氣餒 你們下一週還是有挑戰機會 那我們今天的轉播工作就到這裡結束啦 那我是今天的主播Cisco 對 我是賽平AJ 那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大家掰掰 耶 掰掰 掰掰